历史首杀 俄军的人工智能击毁了乌克兰的战机 这条赛道不想加入 我们也得加入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中成 我们都很清楚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未来人工智能一定会介入到战场上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 近日俄军的人工智能系统实现了实战击杀 这款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操控S350防空导弹 成功击毁了一架乌克兰的战机 事后俄罗斯的一位副总理向外界证实 S350防空导弹在与乌克兰战机的一次交战中 在没有任何人工操作干预 或者做出决策的情况下 完全以人工智能的方式 全自主运行将敌机击落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人工智能 在战场上取得成果 通过这个成果可以看出 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在战场场景中 全自动运行的能力 而在这一方面俄军如果消息属实 那就等于是走在了全世界前列 好今天俄军人工智能事情我们说完了 老规矩最后再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呢 这件事情是否真实可靠 我认为还有待考量 毕竟俄国冲突打了这么久 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乌克兰方面 都释放过不少假消息 对于俄军的S350反空导弹系统 击毁一架乌克兰战机 是我不怀疑 但是是不是人工智能完全操控的结果 我认为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这件事还有待继续发酵 看是否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俄军的言论是真的 其次呢 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 人工智能这条赛道 我们必须也要卷起来 理由很简单 因为人工智能应用到战场 至少是未来的趋势 就好像当前无人机应用到俄乌冲突中 大放异彩一样 如果说我们不研究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应用 那敌对国家就会领先 未来就会凭借着先进技术打击我们 所以说无论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战场上 这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方向 而且还得加快研究速度 因此从俄罗斯这件事情来看 哪怕这件事是假的 但至少可以证明俄军方面已经在做类似的尝试了 距离成熟应用 无非也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最后啊 如果说必须要研究人工智能 那么对人工智能的管控以及实用化 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和规范 不然的话 人工智能或许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就拿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来讲 在英国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上 美国空军人工智能项目的主管披露 在一次模拟演练中 美军的人工智能系统竟然为了达成目标 选择要干掉控制它的操控源 当然了 这种行为还是被人工及时终止了 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很可怕 基于此呢 想要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军事领域 严格的规范 则是必须的 相信我国的研究机构啊 早已经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